上一期我们重新走了一遍 迪利利巴走过的路 在这一期呢 我们会介绍给大家 开发里尼亚岛更多的地方 那怎么到开岛呢 我们是从雅典出发 开车到提利尼港口 然后从提利尼港口 我们就坐了船 带着车到了POROS 开岛的港口 船票大概在10欧每一个人 那在开岛 我们所住的地方是一个民宿 在Klismata 非常的舒服 带游泳池 然后对面就是大海 风景超级美 大家看一下我们后面这个房子 我们现在在夏米小镇 在这里有一部非常有名的 美国电影惊喜临拍摄 Captain Corellis Mandolin 电影描述 一位当地 Klismata 女孩和一位意大利尊观的爱情故事 女主角呢 就是美丽的Penelo Bacruz 后面就是她的房子 我们到了开岛的旅游生地 传统的Piscardo群庄 这里可以看到久的时候 Kefalonia的样子 每年有很多的富人和名人 驾着游艇来到这里 开岛必须打卡的海滩是哪一个 那就是Costa Costa 麻烦给我的爱人来Penelo Bacruz 麻烦给我的爱人来Penelo Bacruz 喜欢Kiru Tavi 巡视的眼眸 到了开岛 Bishu Daka的地方也是Drogara的洞穴 在洞穴里面有最佳的影像效果 在这里呢 它自然花了几千年的时间 创造这个独特的吊塑作品 那我们来试一试效果吧 和我在成都的街头走一走 在开发迪尼亚岛 你可以体验到正式的希腊 在这里可以认识不同的人 和他们一起感受到 当地的分土人情 在这里可以享受大自然的美 在这里可以找到真实的自己 世界这么美 你还等什么呢? Viraya Viraya 初音乐 新武力 日拍摄 1922年 2011年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